现在台股是开红盘 这是兔年开盘的首日 红彤彤一片真的是好彩头 那也有些小确信要跟大家来分享 包含的是国民ETF 元大台湾50的0050 或许有人是存股的最佳首选 确实没错 因为现在他们在1月30号 这天要除息了 所以原本配息是2.5元 现在要变2.6元 那有63万的投资人受惠 在3月7号的时候 这股息就会落袋 那如果有再了解这个ETF的话 应该都会发现 这是2022年晋升购超过1300亿台股 那0050是ETF的冠军 那另外它在2022年两次年化配息率 是平均大概3.8%左右 所以确实也成为不少存股的首选 那另外除息的还包含是 元大的MSCI台湾 它也是在这天除息 每单位预估会配发1.23元 那另外国泰投信也有个吸收联盟 就包含了国泰鼓励精选30ETF 还有国泰台湾5G Plus 还有国泰投资级公司债ETF 都是同步来除息的 台股呢在春节封关 经历了史上最长的12天休市之后呢 今天是迎来兔年第一个交易日 也就是开红盘日 果然哦是不出大家所料 台股呢今天是受惠了补涨跟红包的行情 加上说美股呢在休息期间是强涨的状况之下 今天呢是上演的兔跳补涨行情 今天开盘呢是开在15291点 上涨了300多点之后 随后是跳空大涨超过530点 这样子是创下了史上的第五大的涨点 而且呢是突破了万五的关卡之外 也一度的成功挑战了15390点 也就是年限的关卡 那么其中领军的当然就是近期在美国ADR表现也很好的 护国神山台积电封关前的时候呢 收在503元 那么今天开盘是542元 大涨了39元之外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台积电ADR在春节期间上涨了7.49% 那么因此今天开红盘之后 把价差来缩小 也带动了其他的半导体类股 我们看到现在的大盘来讲的话呢 是来到15390点 也持续上涨大约是有400多点 而且呢包含像是鸿海 联发科联电大力光以及日月光啊 或是华邦电天狱等等 相关的半导体族群以及IC的驱动场 通通都有好表现之外 像是这个电动车的族群 因为特斯拉在这个过年期间的时候 每股呢是上涨超过45% 因此接下来也都可以来做关注 那么台股呢 今天其实开红盘也是有做统计的 因为呢近十年来 开红盘的几率是高达了七成 平均涨幅也是0.16% 也因此今天专家就说了 也因为说这个市场预期说 美国的联准会可能是要放缓 以及这个美股的财报周 也是利空提前反应了 因此接下来台股的补涨行情 大家都可以来做期待 不过得留意哦 因为美国的FED 接下来呢要在31号到1号的时候 要来召开决策的利率 而且呢市场预期说 可能是升息一马 还是得留心说 鲍尔接下来的谈话内容 以及公布的企业财报 继续牵动台股的走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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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